正手拉球引拍常见错误解析 引拍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正手拉球的引拍节奏不对 比如说我们做一下正手拉球的错误动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到底错在哪里 再看一次 就感觉动作有点来不及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说我们的引拍一定是在空中完成 在脚落地的同时完成引拍 我们在这个角度解析一下刚才的错误 一般练习正手拉球的时候要有一个节奏感 开始可以踮两下作为启动 比如说右边来球我踮两下 向右上一步进行一板拉球 正确的节奏可能做成四下 那么一二的时候踮三上步引拍四击球 我做一下 一二三四 再来一次 一二三四 那么向左也是一样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么刚才的错误动作在于他多做了一拍 就是说一二是颠三上步四引拍五击球 我做一下错误的动作 一二三四 向左也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 那么这个动作就比较慢了 它多在哪呢 就是你没有在空中完成转腰引拍的动作 正确的应该是你在空中完成 然后落地的同时 完成引拍 而不是你落地之后再进行引拍 那么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 你很可能被来球顶到 我们日常在家里也可以在没有球台 或者不用乒乓球的前提下 手里吃一个球盘 在餐桌前 包括你的茶桌前 甚至是直接在客厅里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练习 正手的两点 进行拉球 右边一下 左边一下 坐一下 一二三四 还原表示 一二三四